我們看這一題 他們說下面有關A色線的敘述哪些正確啊 我們看A選項 高速運動的電子碰撞金屬時會產生A色線 這個對啦 就是這個金屬嘛 然後你電子的話 那個動能很大 撞擊那個金屬板以後的話 他就把他的動能變成電磁波 那這種電磁波能量很高 他的波長範圍 就是那個I級的 就是原子尺度的 那這個我們就叫做A色線 所以呢這個是對的 A選項是對的 再我們看B選項 A色線可以用電場加速這是錯的 因為他電中性 所以你沒有辦法用電場加速 再我們看C選項 A色線可以使底片感光 這個對啦 我們有可以說 有時候會照那個身體 會照胸部的A色線的那個照片 那個照片的話就是感光 感光的話就會形成那個照片 底片 會讓那個底片感光 這是對的 再我們看D選項 A色線是電磁波的一種 這個對啦 就是短波長的電磁波 極短波長的電磁波 再我們看E選項 A色線不會受到磁場的影響 這個對 因為它不帶電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ACDE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ACDE 我們可以選擇 一定可以選擇 我們要選擇